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让圣灵的活水永远涌流 耶稣说我所致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即涌到永生 一路到永远 永远远远都不停止 但有很多人就说 我初信耶稣是很喜乐的 我也都经历过神的平安喜乐 不过现在没有了 那个初诸不是神 不是圣灵 是我们 因为神是圣洁光明的 神的圣洁光明我们不能够明白 在启示录讲到什么 当天上的电一开的时候 天上的电 天上的是什么存在 除了神之外 天使和天上的圣徒 没有人能够站在圣殿里面 当天上的电一开的时候 神的荣耀全部展现出来的时候 天使都遮住他的面 因为神的荣光是没有人能够承受到的 就算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神是充满美丽 神不是只是很强的光 神是充满慈爱 那种爱涌流的时候 我们记得那个人 当他死了之后 被那些海帽 炸死了之后 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不配 我很多罪 但当他说的时候 耶稣的爱就来 湧到他身上 然后他说 我又吸毒 但耶稣没有说 你吸毒?那你快点走 哈哈哈哈 马上耶稣的爱又再次回应 是耶稣的爱 他说 我又和很多女人睡觉 但耶稣说 不敢牙 耶稣依然他的爱来 因为耶稣就是接纳罪人 但这个罪人 他知罪 他会和耶稣说 我吸毒的 我和很多女人睡觉的 他会认罪 他认罪的时候 耶稣就把他的爱 说到他身上 当你真的每天都说 神啊我真的没有全心爱你 你卸灭我 你救我 我需要你 因为我不懂得全心爱你 因为我心里 整天想着很多世上的事 没有耶稣的 不是耶稣放在手里 当你这样认罪 耶稣救我 神的喜乐真的会来 神的平均真会来 你知道我一直说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神的爱 那你现在说 联牧师你整天都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 但是你只要 这是一个关系来的 因为耶稣是我的朋友 是我亲密到不得利的朋友 我做什么事 我说耶稣我应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这样做 你教我怎么做 我在哪里 你教我怎么说 我讲的时候 耶稣你教我 在这个说的时候 是你亲着他说的 因为我时时和耶稣沟通 当你和耶稣时沟通 你的好朋友的时候 你的口所出的说话 就会影响人 你就会有活水涌流出来 人家就会看到 耶稣的恩典在你身上 那些人自己跟我说 他说 我会来你教堂 不过他答应了 他又不来 我继续说 很期望你会来到 他自己说 我会来的 我希望那些人 他看到耶稣的生命 在我身上和在你身上 他真的会来 你真的要把耶稣的活水带给他 然后我们看到 耶稣说出这个妇人 她曾经有五个丈夫 即是离婚五次 然后第六次 索性都不结婚了 索性只是同居了 但是耶稣呢 并没有拒绝他 耶稣也跟他说到这个 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这里在第23、第24节那里 我们一起读一下 事后将到 如今就是了 乃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者有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种很清楚重复的说话是什么 用心灵和诚实 心灵就是用你 不只是用你的头脑 有些人唱歌就是 耶稣我爱你 即是用口唱 口唱 第二步用老唱 也好 用口唱 我老人想 耶稣我爱你 我爱你是怎样的呢 但是呢 我希望神是帮你用心灵 耶稣我爱你 在我心里面耶稣我真是爱你的 用心灵诚实 你用心灵诚实的时候 你发觉是不同的 诚实是什么 是真诚 不是表面的 不是假无为善 但是你真的整个人都是真真实实去爱耶稣 耶稣说最大的戒命就是什么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着你的神 用你的心灵来全心全意爱神 神一定祝福你 如果你用心灵爱神 神一定祝福你 如果你是假无为善的 你就求主赦免你 我们要学这个东西 真是用心灵诚实 当你用心灵诚实的时候 你的灵命就会一直轻起 一路靠着神有力量 但我们今次都讲到的就是 灵命低潮 属灵低潮 灵命的枯干 我这张纸里有讲到的 属灵的低潮 我们读一读一下 属灵低潮 无动力亲近神 懒惰 随意 随从肉体 跟从世界 失去信心 信心对神有抗拒 又再停止聚会 就会信心圆弱 可以失去救恩 但属灵的低潮 很多基督徒都试过 有时他还回教堂 不过他对神是没什么心的 他没有动力亲近神 他觉得祈祷看圣经 是不喜欢做的事 我也记得过 我初信耶稣的时候 我有烦恼 我就去打球 去看器 去睡觉 有时很不开心 会在拳头打牆 也有 很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试过 但我发觉 那些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呢 在现在 当我有不开心 我第一件事 就是找耶稣 我未找人 就已经立即跟耶稣说 这是一个习惯 而且你发觉耶稣真的帮你的 但属灵低潮 没有动力亲近神 而且懒惰 不喜欢祈祷 不喜欢看圣经 我都给你方法 用听圣经 可以听 当你听的时候 你真的用心去听 去思想的时候 神的话语 就在你心里动工了 其实在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多人是听的 但他们也有学习 他们学习很勤力的 将全本的圣经念完 耶稣和那些 法利赛人 那些文士 全部他们学习的 学习圣经 是将旧日圣经 由摩西五经 一路开始 整个旧日圣经 由头到尾都念完 所以耶稣一说圣经 他只是说出来 但是呢 耶稣当然有 人 有神的智慧 在他身上 但是他也是 用苦工去学圣经 当时有很多人 听了圣经 圣经是很贵族的 因为是抄很大工程的 那些圣经是很大卷的 一卷都很大卷的 所以他们要去到会堂 不像你那样方便 家里又并且可以听 开的声音就可以听的 他们是要听完之后 要记住回去想 那你听完之后 你就回家想 神的位置 很多人就不喜欢亲近神 懒惰 懒惰就是很多人落地狱的原因 很多人落到地狱 哎呀 我知道是应该信耶稣 我知道应该看圣经 我知道应该祈祷 不过懒惰了些 耶稣现在让我努力 行不行呢 我希望大家 不要懒惰 你读书你会努力 为什么你 亲近耶稣不会努力呢 因为 亲近耶稣是永远神祝福你的 还有很多人随意 随意是很危险的 我都不太喜欢 我都喜欢这件事多些 这个随意是随着你哪个圣情 我们里面有两个圣情是什么 有生性的 有旧圣词 有新圣词 有犯罪的圣词 随意的时候 随意就会说 哎呀 不要我都是赚美神的 随意的话 我现在喜欢去ÓX逛 抱一吓 我现在也喜欢去看面影 我随意就是这样的 你 Latino at all 只是随意 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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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邮重 闗到自己的 自己的新 不要做些事你不喜歡 很多人都說 你要做你喜歡的事才行 當然你要心改變 被神改變你就會喜歡神 你就會心裏湧出來的都是愛神